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一样的 而后提到他们两次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又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听到来吧这两个字的时候 是否觉得熟悉 约瑟哥哥们记录他的时候 他说来吧 我们将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 埃及人要苦待以色恋的时候也说 来吧 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 恐怕他们多起来 这当中我们看到的 都是在作恶的事情上彼此商量 是想那第一个起心动恶念的人 是否因为知道自己的有限 所以笼络他人成为群体 古兆 利用 古之的群众 进而成就自己的思议 当我们听到有人说 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就好 不要让小组长甚至牧师知道的时候 求神给我们一颗警醒的心 有能力和勇气去分辨 怎么做才是合乎神的心意 相信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明 也没有什么掩盖的事不被人知道而暴露出来的 教会中常听到要彼此相爱 同心合一 到底是和谁彼此相爱 和谁同心合一 那答案绝对不是自己的老我和罪性 更不可能是那行在黑暗中暗昧的人事物 他们接下来又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那与神同等的意图 在在显示自己的无知和骄傲 合作不一定是好事 分工也不一定是坏事 没见识的对错与价值 端看我们是不是全然信靠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或许我们常常不自觉的 想要靠着自己有所成就 想要得到别人的掌声和认同 但别忘了人的一生 都由神来定义 名语力 有一天终会转眼成空 如过往云烟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 学习放开紧握的双手 不再靠着自己那微薄的力量 而是让上帝来掌生命中 这艘大船的舵 要做的是安静的听祂的话语 欣赏祂所带给你的美景 享受祂为你所预备的一切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时常靠着自己 想要证明一些什么 让我们知道你才是那位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求你时常对我们的心说话 我们愿意一生来跟随你 到老也不偏离 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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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